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对啊 我在学校很开心的 真的 不如表演一段歌舞 给安晴欣赏好吗 好啊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情分 他们的幼儿园比较多元化的 就是教学吧 有分华语教学班和英语教学班的 那莉莉上哪一种呢 哦 她上华语教学班 不过依然有学英文 所以莉莉一边可以学好中文 另一边呢 也可以打好英文基础咯 哦 那挺好啊 儿童学习时期分别在托儿所 学龄前期和学龄时期 而三至六岁是儿童学习语言 思考 动作和计划的重要时期 因此儿童教育专家经过多年的实验 就规划了一些教育方法 以提升小朋友的学习能力 家长可以参考其中几个教育重点 第一就是创意教学 小朋友一般上都缺乏注意力 儿童教育专家的创意教学法 就能帮助他们掌握听 写 读 讲和唱的技巧 第二就是语言的掌握 多元化的语言教学和有趣的教学方法 令小朋友容易掌握英文 马来文和华文的语言知识 第三就是系统化的课程 包括学术 艺术以及道德在内的课程 可以帮助小朋友的智力和身心 获得全面的发展 最后就是小朋友与大众的互动 给小朋友参与讲故事比赛 戏剧表演以及课外活动 都可以加强他们的互动和应对能力 妈咪 快点吧 快点吧 好了 好了 走吧 我们去学校咯 在小朋友的学习过程当中 老师 同伴以及课程 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兴趣 所以家长应该了解 小朋友本身的能力和需要的学习条件 再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学习环境 Smart Reader Kids儿童培育中心 儿童的快乐学习乐园 小朋友的梦想学校 预知详情 请播130082555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